在人际交往中,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在乎,尤其是得到心仪之人的在乎。然而,很多人,往往难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在乎自己。实际上,通过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,可以发现很多蛛丝马迹。 一,关注你的生活细节,在乎你的人,会时刻关注你的生活细节,关心你的衣食住行,他们会询问你的日常生活,了解你的兴趣爱好,并尝试了解你的内心世界,这种关注并非出于偶然,而是对方有意为之,因为他们希望了解你,知道你的喜好和需求,小张和小李是同事,也是好朋友。 小张最近失业了,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心里非常焦虑,小李发现小张的情绪低落,便经常询问他的生活情况,鼓励他不要放弃,并帮忙留意适合小张的工作机会。 在小李的关心和帮助下,小张逐渐走出了失业的阴影,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,可见,心里在乎你的人,一直会关注你的生活和情感状态,给予你最好的安慰与帮助。 二,尊重你的隐私和感受,在乎你的人,会尊重你的隐私和感受,不会轻易否定你的想法和意见,即使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,他们也会尝试理解你的立场,并给予你充分的尊重和理解,这种尊重和理解的背后,便是对你的在乎和重视。 小刚和小莉是一对恋人,两人交往,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 小刚非常尊重小莉的隐私和个人空间,从不会干涉她的个人决策。 即使在两人存在分歧的时候,小刚也会耐心倾听小莉的想法和意见,并尝试理解她的立场,也因此,两人相互关心和理解,变得更加恩爱。 其实,真正在乎你的人,永远会尊重你,理解你的感受,顾及你的情绪,沟通更加顺畅,自然感情更加深厚。 三,鼓励和支持你的梦想和追求,心里在乎你的人,会鼓励和支持你的梦想和追求,希望你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。 他们会肯定你的努力和付出,并给予你积极的反馈和建设性的建议。 这种鼓励和支持,不仅是对你的肯定,更是对你的在乎和信任,正如小王和小赵,是一对大学室友,也是最好的朋友。 小王一直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,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。 小赵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经常鼓励和支持小王追求自己的梦想,在毕业后的几年里。 小赵一直陪伴着小王,支持他的职业发展,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因此更加深厚。 所以,一个人真正在乎你,他会全力支持你的梦想和追求,给你最大的鼓励,让你实现自己的追求,过得更加幸福。 四,愿意为你付出时间和精力,在乎你的人,会愿意为你付出时间和精力,陪伴你度过每一个难关。 他们会时刻关注你的需要,并尽可能地为你提供帮助和支持,这种付出。 不仅是对你的爱和关心,更是对你的信任和依赖,身边有对夫妻小马和小孙,结婚多年,十分恩爱。 每当小马遇到困难的时候,小孙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身边,为他提供帮助和支持,这种陪伴和付出,让两人之间的感情更加牢固,也让婚姻更加甜蜜。 所以,真正在乎你的人,一定会为你付出,无论发生什么事,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身边。 和你携手共进,其实你是我的唯一,我在乎的是你,紧握的手,让心去呼吸,正圆的歌曲。 我在乎的是你这样唱着,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,想送你回家的人,东南西北都顺路,愿意陪你吃饭的人,酸甜苦辣都爱吃,想见你的人,24小时都有空。 话是这样说的,但是我们真正遇见这样的人,几率微乎其微,一位朋友说,我很在乎他,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给他,时时刻刻都牵挂着他,但总感觉他对我爱理不理的。 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陪朋友,却没空陪我,你说他在乎我吗?其实有时候,我们都是这样,因为缺乏安全感,所以才要在另一半心里,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。 只有陪着你,才能经常看见你,把你放在视野内,他才会放心,心里边格外安逸,生怕稍不留神看不见你,失去了你,每天一个,不短也不断,能够陪你聊天,这很容易,每天都陪你聊天,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毅力。 更多是他对你的关爱,他把陪你聊天,当作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,就像爱干净的人,每天都要洗澡,一天不洗,身上就不舒服,都把你养成了习惯。 无论男女这样的人,就一定真的在乎你,如果对方想要了解你的一切,包括你家里的情况,你的家庭成员,以及一切其他的事情,这是他想融入你的家庭,更加深入地了解你。 你的一切,也表示对你的家庭一定的关切,你在细小甚微的变化,他也能发现。 你的情绪变化,开心不开心,你的朋友圈动态,你想什么做什么,他总能发现。 更别说,你换个发型这种大的变动了,你就像清晰地刻在了他的心上一样。 遇到这样的另一半,应该觉得庆幸,他是真的在乎你,他是你值得托付一生的伴侣。 你们在一起,只会是幸福美满,即使你再喜欢一个人,不心疼你,不关心你,他做的事是虚情假意的。 其实,每个人都会拥有一种直觉,爱与不爱在心里一眼就能看出来,真正爱你的人,懂得心疼你,保护你,处处为你着想,时时为你操心。 担心你是否饿着累着,担心你是否受了委屈,担心你是否健康快乐,你上班,他会叮嘱你,要照顾好你自己,别太累,你生病,他会很着急,像热锅上的蚂蚁。 你疲惫,他会很安静,让你静静地休息,当你真的很需要他的时候,不管何时何地,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你身边,有困难时,第一时间给你解决,他对你付出的,绝对不要你的回报。 他之所以那么在乎你,是因为你住进了他心里,见你就笑,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完全自然的,情不自禁地笑,再忙都会抽空联系你,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,你是第一个和他分享的人,能毫无保留地接受你的一切,包括他认为的缺点,并不强迫你去改变。 他记得你说过的每一句话,即使是一句无心的话,也记得清楚,记得你的喜恶,把你的每一张照片保存到QQ空间或者微博相册,和一个人在一起。 如果每天他都给你能量,让你天天开心快乐,时时笑口常开,每夜都安心地入睡,做每件事都充满动力,对未来充满期待,那你就没爱错人,愿意把你带进他的生活,介绍他的家人,朋友同事给你, 并不介意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亲密,即使两个人吵架了,只要看到你哭,不管到底是谁的错,他再怎么大的活也没有了,人生最难得的, 莫过于执一人之手,与之偕老,得一人之心,与之静好,他给你的是实时的关心和体贴,是暖暖的问候和温情,他愿意守护你一辈子,会把最好的留给你,所以,遇到疼你的人,要加倍珍惜, 遇到陪你的人,要加倍爱护,遇到等你的人,就切莫辜负,遇到爱你的人,就好好在一起,如果他做不到,无需找借口,那他是不够爱你,其实想要知道,一个人对你是否在乎, 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看看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,若你曾有过在乎的人,你就应该最清楚这种感受,当你拿起手机的时候,忍不住就会翻到两个人的聊天窗口上面,当对方许久没有联系你的时候, 你忍不住就会住找他聊天,若一个人是真心在乎你的话,那么,对待有关于你的事情,总是可以特别重视,好比说,在对待你的信息时,总是恨不得快一点回复你,稍微晚了一点,都会和你解释一番, 在对待你交代的一些事情上面,他就更加重视了,你可以明显感觉出来,他在对待自己的事情时,都没有对待你交代的事情那么上心,两个人相处的过程,其实就是一个相互磨合,相互适应对方的过程,那个男人若真的是在乎你的话,在对待你很多的小缺点上面,都是非常之包容的,就好比你会有一下小脾气,在他看来,都不是什么事,甚至有时候还会觉得, 怎么你连生气都这么可爱,这就是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能够有的状态,不是有人说,最好的爱情,就是你在闹,而他在笑嘛,若你已经遇上了这样的一个他,那么真的得好好珍惜了,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,自私的人,根本就不懂得爱,若一个人是真正在乎你的话,那么他对你有的,一定不会是自私,而是非常舍的,有时候,他自己买一样稍微贵一点的东西, 给自己的时候会思考很久,可是在给你买礼物的时候,却非常爽快,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到你,这样的男人,哪怕就算是自己苦点累点,也一定不会,让你跟了他之后,就过着有苦又累的生活, 因为爱你的他,会为了你而努力赚钱,为的就是给你过上更好的生活,那么你的他,是不是也用以上这几种状态来对待你呢? 若是的话,那么说明,他就是那个真正在乎你的男人,若不是的话,可能他对你的爱也就那样,可以和你勉强凑合下去的程度罢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